王家大少奶奶 现在就是那个瞻阿忠还嘴硬 不肯咬出张彩霞 否则 早就把张彩霞抓进牢里蹲着了 你公公引狼入室 弄得自己死得不明不白 还好 有你和大哥替他查明真相 你公公引狼入室 不过你说当初张彩霞 才十几岁的小丫头 硬说她是共犯 恐怕也说不过去吧 亲家 张阿忠和张彩霞这两个人 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不要被他未睡的外表给骗了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 他都把财产分给你一半了 你怎么还在背后骂他呀 侍红的财产分配里就是这么写的 王家的财产本来就是属于王家的 还给我们是天经地义的 张阿忠和张彩霞谋害我公公 这可归还财产是两回事啊 现在要是张阿忠还不松口 我也会让警察抓住张彩霞 把他关个几天看他招不招 你们一家可真够没良心的 要说偿命好啊 蔡振华的手下害死了王天成 要不要偿命 你和你爸害死了李家的老爷和小姐 又要不要偿命啊 当初分明是你看中了王世红 你爸和王天才又贪图李家的财产 谋财害命百毒可恶 王天才的报应已经算是来得晚的了 阿薇 你在胡说什么 爸 我没胡说 他做了什么亏心事 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张彩霞是不想冤冤相报 一再地主动表示出善意 可他呢 得了便宜还卖乖 拿了一半的财产 还反咬了彩霞一口 非要把彩霞抓进监狱里 像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 刻薄无情 方怡嫁到这种家庭 一定会受苦的 舅爷 你说的什么话呀 我们再怎么说也是亲家 应该站在同一边呀 你怎么可以听张彩霞说话呢 我这是帮礼不帮期 行了行了 你们能不能不要吵了 吵得我头都疼了 你们在这儿慢慢吵 我先回屋了 老婆 妹 你怎么了 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 动不动就晕 有时还总犯恶心 这 这 这不会是有了吧 是真的吗 一定是 肯定是 照时间算也差不多 太好了 天宝 你要做爸爸了 是吗 那挺好的呀 不 不 不会的 怎么可能 明天我去找医生看看好了 不会错的 妈知道 妈有经验 你肯定是有喜了 亲家 方怡都有孩子了 得好好调养才行 我马上把你接回去安胎 这可是大喜事啊 我们王家 总算是癖疾太来了 真是太好了 方怡啊 你真是太争气了啊 太好了 好 好 好 疼了 方怡啊 我说她 你这个是什么 而且你能做这些 办法 所以我要去 伙伙众 女计划 或者或者你 张阿忠 张阿忠 是舅爷 你 蔡昭帝马上就要对付 彩霞母女了 我现在救你出去 你出去后 一定要设法保护彩霞 别让他遭到蔡昭帝的毒手 放心吧 阿强 快 和他换衣服 是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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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阿强 站这儿 你出去看着 快 要不这样吗 我派两个人跟着你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 他们也可以帮到你 不用了 你派人跟我回去 会引起他们注意的 还是我自己回去吧 那你来来 不过你记住 赶紧设法带着彩下离开 不能让他再落难了 放心吧 舅爷 我答应你 一定 你快回去吧 免得引起别人注意 好 弄先走了 好 明珠明玉 你们这么乖巧可爱 却这么小 就没了爸爸 真是可怜 妈一定会好好地照顾你们 妈会代替你们的爸爸 让你们什么都不去 和别的孩子一样 幸福快乐地长大 才侠 爸 爸 你 你怎么出来了爸 你没事吧 爸 你怎么了 说了我 您没事吧 你没事吧 才侠 赶快收拾东西 我们连夜坐船去南洋 去南洋 没错 才侠 才真话要派人来抓你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明珠和明玉就没有妈妈了 听我的话赶紧收拾东西吧 那为什么要跑得那么远呢 爸 您不是说要回故乡去李家吗 才侠 我们的背景李箱 还不都是因为你呀 你把店面都给了天保 是拿不回来了 还好 我早就把房子和地 都抵押给银行了 换了的现金都回到国外了 到了南洋之后 才让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 我们才能安心地过日子 财昭帝 他以为有了店面又有了钱 他 他真是笨急了 王天保这个顽固子弟 他根本不懂得做生意 他不懂得王家生意的一切背景 其实我们的主要进货渠道 就在南洋 那里的采注物厂 物料厂 还有转运行只有我熟悉 六年前 王世红派我到那里去稳定大局 我一直都掌握着这些进货的渠道 等我们到了南洋 就能把渠道掌握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到那时候 蔡昭帝他们拿到了只是一个空壳 我们就能把蔡昭帝他们给搞垮 他们一无所有什么都办不到 可是 我们去了南洋 那公公怎么办呀 他还躺在医院里 不要再管王世红了 王世红是蔡昭帝的老公 他老婆不管他 有你的儿媳妇管他吗 可是我妈根本就不会照顾我爹 他现在躺在医院里 连身子都翻不了 我 我不会丢下他不管他 听我说 你不要再扯迷不误了好吗 我被你害得还不够惨 你还要再连连民主和名誉吗 我们要快点走 再晚就来不及了 他是他是天长的爸爸 他是我公公 他要是不走的话 我也不走 你 你 你现在就去接王世红 我告诉你 我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 警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现 他们随时都可能回来抓我 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你去把王世红接来 我们一起上船走 完了 我就不等你了 好 我去找阿福哥帮忙 爸 帮我看着孩子 走 阿福哥 快点 我赶时间 大帅奶奶 这么晚医院能让我们进吗 管不了这么多了 先帮你出一手续再说吧 大帅奶奶 医院门口有几个人走来走去 鬼鬼祟祟的 好奇怪啊 一定是蔡老爷的首相 他们是要来抓我的 那我进不去医院了怎么办呀 大帅奶奶 要不我们去后门 后面也许能进去 好好好 那我们去后门看看 我们去后门 这前门后门 都有这么多人把守 我怎么进去接我爹啊 大帅奶奶 不太对劲啊 这如果是蔡老爷的人 他没必要守在这儿 可以直接到家里抓你们呢 这分明是有人故意拖延时间吗 你说得对 我不该离开明珠名誉的 快 我们回家 快 快回家 快快快 阿忠 阿忠 大少奶奶呢 她不肯跟我们一起走 我们不管她了 不能跟着她一起送死 为什么 上车 快上车 好 来 快 爸 停车 停车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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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车 爸 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带走 我告诉你 你只顾王世红不顾大局 我这么做只是普得已 不行爸 他们是我女儿 你不能把他们带走 明珠 你现在和我们一起走 可以 只要你不再管王世红了 上车爸爸带你一起走好吗 爸 他是我公公 我怎么能不管他 到现在你还顾着王家的恩情 那你就别怪我无情 爸爸不再管你了 爸 爸 不行 爸 你不能把他们带走啊 他们是我女儿 爸 快开车 爸 不行 爸 我求求你了 爸 你给我听好了 明珠和明珠不再是你的女儿 她们要继承礼价的香火 是玉清小姐的孙女 跟你没有关系了 可是我是你女儿 你 你算计好了 明珠 我不会把你丢下自己走是吗 我告诉你我会 爸 你不听我的话 我不要你了 爸 我求你了 你别走 明珠 明月 爸 你别走吧 爸 爸 走开呀 爸 爸 明珠 明月 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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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爸 怎么今天没去传行啊 你给我站住 你昨晚不回来跑哪儿去了 我昨天在朋友家喝酒来着 然后喝多了索性就睡在哪儿了 喝酒 编 你就继续编吧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吗 传行的人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昨晚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知道你闯下了多大的祸吗 你说话呀 你怎么哑巴了 爸 那你也听蔡昭弟说了 他要抓张彩霞 那张彩霞是无辜的呀 何况他还有两个那么小的女儿 他要是被抓了 谁照顾他的女儿啊 也只有张阿中能保护他 所以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他们张家妇女关你什么事啊 要你去逞什么英雄啊 明珠明玉是王家的孩子 庆家母会照顾他们的 爸 那蔡昭弟冷血无情 他和蔡真华都敢叫人去抓明珠 要是张彩霞被抓进牢里 那明珠和明玉一定会被他们送到孤儿院去的 甚至赶出家门 你就忍心看这两个那么小的孩子吃苦受难啊 唉 就算是这样 这种事你也得跟爸商量商量吧 说不定爸可以去求我大哥放了张阿中 现在好了 现在人火上身哪 万一你手下把你给招出来 你可怎么办哪 你说你该怎么办 您还找蔡正华求情呢 那不是与虎谋皮吗 蔡正华根本就不是个东西 别那天您帮了他 反倒以后他还反咬您一口 你这孩子 你几乎说八道 我 我真被你气死了 好 很好 这是赏钱 谢谢蔡老爷啊 谢谢啊 谢谢 原来昨晚方卫真的找人救出了张阿中 爸 我们赶紧派人去找张阿中啊 张阿中这个人很狡猾 现在他肯定是已经逃跑了 要想找到他没那么容易 我让警方先不要声张 我要把张阿中逃跑的消息给封锁住 目的就是为了不要打草惊蛇 反正现在已经知道了是谁在捣鬼 我就可以放开地去做 人都已经跑了 爸 你打算怎么做呀 我会慢慢地找到这个张阿中 但是现在咱们最主要的就是要密报警局 说方威劫囚 让警局把他给抓了 关进大牢里 爸 方标可是您的结拜兄弟呀 而且他大费周章地把您救出来 您现在找人去密报他儿子 万一他知道的话 他不会知道的 现在 谁要帮着张阿中 我就和谁过不去 再说 那个方威 他帮着张彩霞他们 那就是 表示与我们为敌 你不要忘了 方威还去劝过方姨 不让他回王家 这是公开和我们作对 一旦这个方威 整天地在我那个老弟面前 说一些对我们家不利的事情 早晚有一天 我们和方家的 关系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方威待在牢里 给我永远地住嘴 爸 您不要眉头皱得这么紧啊 咱们去造船厂 看看我建造的那艘大船 到时候啊 包您就笑了 对吧 你这小子啊 还是不知道事太严重啊 栗子 烫烤栗子 这个好吃吗 这个栗子很糯的 不用找了 好好好 烫烤栗子 您看我给您买了什么 我呀 剥一颗给您吃让您开开心 是吧 孝敬孝敬您 好吧 明明是你自己爱吃 说什么我爱吃 真是的 我爱吃的不就是您爱吃的吗 我的口味还不是跟您一样啊 我呀 就记得小的时候 您总是给我买一大包栗子 一个一个剥给我吃 什么时候我不想吃了 您才自己吃 现在 换成我报给您吃了 说起来你也算勤快 船行的事呢 你做起来也妥妥当当的 要不是你太鲁莽啊 爸早就把整个船行 都交给你打理了 我呢 也该好好想想轻浮了 那 从现在开始 你赶紧给我撑个家 或许 能改改你这莽撞的性子 走吧 站住 警察先生 有事吗 把方威给我抓起来 为什么抓我儿子 方老爷 令公子胆大包天 竟然在大牢偷天换日 把张阿忠给救走了 这可是天大的罪 我们一定要把它缉拿归岸 上 走 快走 快 快跑啊 孩子 快 快走 快跑啊 千万别让警察抓住 快走 快点 快点 让开 站住 老弟啊 刚才街上的骚动 我都听说了 怎么回事啊 方威他怎么了 他怎么 他怎么 会被警察抓呀 唉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这个儿子 他竟然背着我 去救张阿忠 他怎么就不知道这 这 这是多重的罪呀 什么 唉 他救了张阿忠 唉呦 舅爷怎么这么糊涂呀 这可是大罪呀 你们说什么 爸 爸 我哥他 我 方威这小子 肯定是被那个张彩霞给蒙了 张彩霞这张嘴 就是死人都能给说活了 也不知道他是用什么样的办法来骗了方威 方威才会做出这种自毁虔诚的事 老弟啊 方威可是你唯一的儿子呀 他也就是我的儿子呀 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闹大了 哎呀 大哥啊 这回你得好好地帮帮我呀 哎 哎 哎 我现在也是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啊 哎 哎 哎 不过你放心 我是一定会尽力的 哎 哎 方威是你的儿子 他也就是我的儿子呀 我是绝对不会看见他落难的 亲家 我看这几天 警方会常来方家大天舅爷的下落 恐怕 会惊吓到方威肚子里的孩子 方威呢 还是得安安静静地养太才行 否则要是孩子有什么闪失 这就是祸不单行啊 不 我哥都被警方通缉了 我要留在家里陪着我爸 方威啊 你婆婆说得对 警察肯定会三天两头来家里 你就算在家里也会不得安宁啊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恐怕 爸也没办法好好照顾你了 你还是去你婆婆那儿 这样才能安心养身子 乖 听话 好 大少奶奶 王老爷还是没有任何起色 恐怕要转到疗养院做长期监护 要转到疗养院 我可以帮他转到高级疗养院 不过要先交一笔保证金 每年还有一笔住宿和康复的费用 那儿的医护人员非常专业 会给老爷最好的照顾 住疗养院 那一定要花一大笔钱 信息都被扒汇到国外去了 我要到哪儿去筹那么多钱 张彩霞 你竟然没跟张阿中一起逃走 把他抓起来 是 那你们 你们干什么 这个女人涉嫌 杀死了王家的老太爷 我要把她带到警局去 把她带勾 是 走 妈 你别想求饶狡辩哪 张阿中逃走了 你竟然还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世红的病房 你真是胆大包天啊 你当没法律了 这次你坐牢坐定了 要抓我去坐牢没关系 可是我爹 他的病气还没有起色 请你把他转到疗养院去 那边能妥善地照顾他 我们王家的事轮不到你插嘴 把他带走 走 我们也走 我们也走 他不再走 你老实说 张阿中现在去了什么地方 他为什么把你一个人留了下来 他早就去南阳了 南阳 你少在这儿跟我胡说八道 他去南阳 为什么不带着你和你的女儿 我的女儿也被带走了 剩下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你没和张阿忠一起走 绝对有问题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给我招出来 你们父母俩到底在搞什么花样 我爸不想带我公公一起走 但是我也不愿意丢下我公公 一个人在这儿没人照顾 所以我爸把我给丢下了 你少瞎编借口了 你为了留下来照顾世红 冒这么大的血 这理由说出来谁会相信啊 你把我当白痴啊 这就是我留下来的唯一理由 爹手术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 他旁边需要人照顾 一会儿 小叔 你把 stuff拿起来 把家庭抢了 凭着也留下来 就这不去 他的父亲 但他听不清楚 凭着姓姓 我以上是吃了 我了 你这么快 不如家庐 Frieda 让他也能感觉到一点家的温暖 行吗 你留下来 一定是有目的的 好啊 你继续装算吧 我就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才肯老老实实地说出 你跟着阿忠的轨迹 你以为这样我们就会放过你吗 要是张阿忠现在不出现 那么谋害汪天才的罪名 就会落在你一个人的头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好好想一想 早点想通 说出实话 以免当了别人的替死鬼 走 第三把你 coup一次 不定征于你 最新闻人 最新闻人 把张彩霞留下来 究竟是什么目的 我可真是猜不透 我也猜不透啊 我去找方彪打听党 看看这几天是不是有人 带着两个小女孩出海 我想她是会打听出来的 如果张阿中 真的远远地逃到了南洋 那他就等于丢下了张彩霞 张彩霞留在这里做什么 难道他想找死吗 会不会是王世红 还有一大笔财产 还没有给他搬走 所以张彩霞要守着王世红 想再捞一把 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 找到世红 免得世红醒过来后 又把钱全都给了张彩霞 这个张彩霞口风很紧哪 所以趁着他被关在牢里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让他说出实话 你说我们究竟用什么办法好呢 别急 我会想出办法的 他什么都不肯招吗 他一个字都不肯说 这样的很 这种人我见多了 别以为装哑巴就可以过关了 我看你长得也清清秀秀的 我看你长得也清清秀秀的 不像坏人 你要是有什么冤屈就着了 要是真做过什么坏事 也老实说 这样子或许还能减轻一点行则 要嘴硬的话 恐怕就只能加重行刑了 走吧 好 好 来 来 来 小心啊 你这犯的什么重罪啊 被人问话问成这个样子 我看你不像重犯啊 杀人了吗 好 我现在真的真的想看你 行吧 好 我 сейчас想看你 我先把我拿到找你 啊 我现在想看你 那我都想看你 你我偶像我 我不要做我 我 你不像你 来 来 蜜蜜 想吃什么 爸爸给你加 好 我来给他剥吧 你吃饭 我来 我们家茗玉啊 最喜欢吃爸爸剥的虾了 对不对啊 对 来 张嘴 爸爸也要抱你们 我们抱在一起 爸爸抱我们三个 松心腿 松心腿啊 哎呀 不 棒 哈哈 妈花了大价钱给你买的药材 喝了对孩子好 你呀 要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孩子 这个孩子 将来可是王家唯一的长孙 要继承王家诺大的家产的 芳姨 你看 这些漂亮的衣服 都是外国货 还有这个鞋子 你看 多可爱啊 这些呀 都是给我宝贝孙子用的 穿的 怎么我都回来这么久了 天宝还是承天往外跑啊 他这个做爸爸的 难道对孩子 一点都不关心吗 最近家里很不平静 天宝要好好整顿 我们拿到的财产 所以一直忙不过来 店面的事就交给天宝 妈来照顾你就好了 恐怕他整顿财产 整顿整顿着 就整顿到酒楼里去了 绝对不会的 你放一千一百个心 我已经警告过天宝了 如果他敢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就打断他的腿 你要是不相信 你就让你爸派人去看着他 这样你就会知道 妈说的都是实话了 再让个死 王爷啊 我知道天宝这孩子 事不长进 不好好学做生意 难道我喜欢看他 花天酒地的样子吗 哪个做妈的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呢 天宝天天酒色财气的 最心疼的还是我啊 施红在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劝了他多少回 他就是不长进 只会玩 你不知道我这个做妈的 为他操了多少心啊 他也不想一想 我还指着他养老送终呢 天保这孩子 我是管不动了 方医 你是天保的妻子 虽然你的脾气大了一点 但是或许天保怕你 他会听你的 以后你就替我 好好管教天保 妈是绝对不会再过问了 只要他借了笃和色 要重新做人也不是什么难事 既然我都已经嫁给他了 我也认了 能管的我会管 只不过做生意这回事 恐怕他得从头做起 没那么容易 这当然 你放心 我们天保啊很聪明 只要他肯学 很快就能掌握 王继的生意了 方医 你放心 天保一定能让你 托付终身的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你怎么了 不就是回家去看看吗 怎么气成这样啊 妈 你知道张阿忠多可恶吗 你猜我回到咱家看到什么了 你想都想不到 他是不是把贵重的东西 都搬走了 比这过分多了 我回到家 看到我们家被封了 原来张阿忠临走的时候 把土地 房子 全部抵押给银行 借了一大笔钱 现在他跑了 钱还不了银行 银行把房子给封了 房子又不是他的 他凭什么抵押给银行 他以张彩霞和大哥 代理人的身份 去抵押 便谢 把钱全骗走了 这么说 我们现在只剩下三家店 其他的房子和地 都没了 如果张阿忠 人已经掉了南洋 那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了 这可怎么办哪 这个可恶的张阿忠 当初我真不应该 让他有机会 逃出监狱 六年前 我们就是中了 张阿忠的计 本来以为 可以把财产拿到手 却被张阿忠反咬一口 弄得我们差点下地狱 要不是我会在 张才侠的面前 苦苦哀求 我们现在什么都完了 这一次 我们不能再犯 同样的错了 要做就做局一点 无论如何 一定要逼张才侠 说出张阿忠藏钱的地方 你说得不错 我倒要看看那个张阿忠 是不是 能眼睁睁地看着 张才侠受刑 他还忍得下去 是 原来 六年前什么婆婆贵媳妇 就是这个原因 蔡家一直苦心谋夺王家的财产 还把大嫂害得这么惨 真是太过分了 阿忠藏钱的地方 这又什么事 不是 我 我 呀 呀 呀 你啊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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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明珠 明月 妈妈 妈妈 明珠 明月 妈妈 明月 明珠 明月 妈妈 妈妈 明珠 明月 你们不要走 你们回来 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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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才进来几天哪 你什么东西也不吃 这样身体怎么撑得下去啊 心情放宽 想开点 有什么冤屈 也得活着才能有机会 说出去啊 恐怕我是离不开这个地方 爸说得对 早点逃走是对的 还好他把明珠和明月都带走了 他要让明珠和明月继承林家 爸一定会很疼爱他们的 这样我就放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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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